我遇到有个同学传个信息给我 他们那个地方念佛堂 有人主张念四字 有人主张念六字 争论几乎到吵架了 这能往什么 与无量皆 极致得行 经文虽然只有两句 内容非常丰富 无量皆 我们看到了 无量皆做什么 极得 众福 值是众之 可见得 德是多么重要 我们看年老祖籍 文品 粗段 说明 庄严净土 词下三段 表 严尽自信 严是庄严 净是清净 为什么 下面说了 该信徒不二 信尽则佛土 敬严 道理说出来了 一直 到近代 是 在 量子力学家 信尽在佛途径 求生净土的人 首先要求清净心 这个修持的目标 就在经体上 本经的经体 前面一段是讲的国报 大臣无量寿 庄严的国 应是什么呢 应是清净平等觉 修清净平等觉 就敢得 大臣无量寿 庄严 经体 应国 具足啊 所以修净宗的同学 要晓得修圣母 这个不能不知道 念佛求生净土 和真实 我遇到有个同学 传个信息给我 他们那个地方念佛堂 有人主张念四字 有人主张念六字 争论 几乎到吵架了 这能往生吗 自己不能往生 叫别人也不能往生 所以古时候你念佛堂 读 祖师大德 知道 个人根性不相同 愿意念四字的 有念四字的念佛堂 你到那边去 愿意念六字的 有念六字的念佛堂 不冲土 把你们分开了 有人喜欢大神念的 有人喜欢小神念的 喜欢大神 又念大神的念佛堂 喜欢小神 又念小神的念佛堂 应有俱有 让你不生烦恼啊 祝福菩萨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好啊 那我们在经教里头 也常常提醒同学 我们学佛 为什么不能挣狗 学了一辈子了 出狗都没挣到 什么原因 五种坚货都没有放下 不但没有放下了 连减轻 都没做到 那五种坚货 我头一个是身 身界 第二个是边界 边界就是对立 跟人对立 跟四对立 跟一切万无统统对立 这个心要没放下 这个心要没放下 念这一辈子 都得不到徐特华 在大臣呢 出信 你没有分呢 你是佛法 门外汉 没入门呢 没入门呢 那出信 好像是小学一年级 大臣 出谷是小臣 最低的位置 都拿不到 和谈什么 阿弥陀佛 知道 我们的状况 特别开这个法门 无你是我 临终 一念 深念 都能往生 但是临终 还放不下 还在争论 还在吵架 这个人决定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